一提起教师大家可能立马会想到一个词 叫做祖国的元丁 几十年来教师一直站在神坛上 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在外人看来教师这个行业是非常光鲜亮丽的 但是作为教师自己来说也有说不尽的酸甜苦辣 甚至传出了家有三分田不做孩子房的说法 但是教师行业也出了很多名人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介绍三位不一样的教师 他们操纵国家大权甚至影响了国家历史的发展 成为了历史上备受世人争议的人物 第一位秦桧提起秦桧 大家就恨得咬牙切齿 因为他逼死了那京中报国的忠臣岳飞 其实岳飞之死并不能全怪秦桧 秦桧充其量只是个柜子手 背后的主谋是宋高东照够 可是后人将所有罪过都推到秦桧身上似乎也有点冤极 大家都知道秦桧是一臭千古的奸臣 但是大家却很少有人知道秦桧当年还是一位熟师 他的父亲做过县令 而秦桧却因为屡时不地被逼 无奈做了一名熟师 靠微博的学费度日 他对自己的处境非常不满 因此曾经写下两句诗 若得水田三百亩 这番不做胡孙王 公元一一一五年 秦桧终于考中了晋世级地 后来又在维方出城担任教授 后来又任太学学者 秦桧后来娶了王室 靠王室家族的关系在世屠山一帆风顺 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 北宋王朝灭亡了 秦桧也被金人俘虏 在金人大营中 秦桧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历经苦难的秦桧 后来被释放回国 充当两国使节谈判 后来政治上的一系列风波 彻底改变了秦桧的价值观 变成了一个只知道屈言复试 是权如命的小人 成为了教师行列中的败类 第二位 王阵王阵应该是历史上 最成功太监之一 他本是一名落地的秀才 后来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在私所里教书 虽然后来做了一个小小的教官 但是想要通过走势图的方式 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显然是不现实的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王阵以狠心就自攻了 他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能力 为了得到宠幸 王阵费尽心机 他不断地巴结贵人 最终终于赢得了皇帝的信任史书上 称王阵脚侠 善于自查人意 宣宗皇帝非常喜欢王阵 但是却并没有重用王阵 后来宣宗去世 明阵宗才仅仅九岁 而王阵则成为了明阵宗的第一任师傅 明阵宗在与王阵朝夕相处的过程中 逐渐对王阵产生了依赖心理 明阵宗甚至亲切地称王阵为王师傅 而王阵也成为了明阵宗身边的大红人 明阵宗提拔王阵为司礼兼比太监 专门负责批红、朴尼等大权 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阵 为他日后善权开辟了道路 后来明阵宗被王阵蛊惑 亲率大军心敌冒进 携过全军覆没 造成土木宝之变 而王阵也在乱军之中被人砍成了肉讲 得到了报应 第三位姚广孝 姚广孝是一代帝师 姚家本来是医药士家 但是姚广孝却偏偏不走寻常路 公元1348年 年仅14岁的姚广孝出家 拜道使习英征为师 学习阴阳术术 1375年红58年 朱元璋赵令经同如书的僧人 道理不应是 姚广孝以通如僧人的身份 被名太祖赵入京师 但却没备受魏僧官 只获赐僧一 1380年 经僧路自幼爵义来赴 幼善逝宗乐推荐 驻天界四 谋义僧直 后来姚广孝被朱棣选中 跟随朱棣前往北平 成为了一代帝师 姚广孝后来辅佐朱棣发动了静纳之意 夺得了皇位 而姚广孝也成为了静南功臣 可让朱棣没想到的是姚广孝对功名利禄完全不感兴趣 白天上朝晚上念经 并拒绝任何赏赐 被世人称为黑衣大象 永乐十六年1418年 并是庆寿寺 追赠容国公 示好恭敬 皇帝亲自撰写神道悲鸣 并以文臣身份入名祖庙 使明代第一人 也是唯一一人参考文献 明史 录 皇帝 皇帝 mom 皇帝